影片开始前 请大家帮我们按赞 可以帮助这支影片 让更多人看到 如果喜欢影片的话 也请帮我们分享 和开启小铃铛哦 因为洛杉矶有提到 脑内飞是大脑自行分泌的 类马肥物质 这个大家都知道嘛 然后医师他提供了几个方法 可以自行脑内飞 包含有氧运动 跑马拉松 但是我对第三点 吃辛辣食物 对 有些人吃辛辣食物 反而会 对 因为太过刺激 不习惯吃辣 那这个产生脑内飞 这个我就不太能够理解 因为意思是说 辛辣食物像姜啊 就是姜黄也好 一般老姜也好 内姜也好 这些都是对脑部的刺激都很好 特别是姜脑 姜是可以再生神经系统的 对大脑的肌炎 那些都非常好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意思是说 我们吃的时候 舌头的那个敏感度 刺激啊 就会刺激到大脑 就是意思是说 比较容易按摩到大脑的概念 辛辣食物 所以为什么在印度 很多瑜伽大食物 为什么加很多新的 就是料理的原因 是在这里 因为他们头脑要非常清楚 但就是说 如果你胃不舒服 或是不喜欢吃的 也是要小心 然后脑内飞 最主要脑内飞 分泌的方法是什么 大家都没有读 我告诉大家 没有背钱 没有背钱 我多加一句今天 笑 每天都笑 不会笑 看镜子笑 练习 第六点开会大笑 对 就是真的要笑 因为笑才会真的预防老化 为什么知道吗 不只是脑内飞 你七八十岁的时候 你笑的时候 我们很多以为 就是老了 胶原蛋白流失了 皮肤松垮了 错误 所有的肌肉 不松垮的地方是肌肉 身体所有的支架支撑 都是肌肉 那脸部的肌肉那么多 就是笑才会发达肌肉 很多女生说 龙春师我不敢笑 会怕鱼 鱼我吻 那跑出来就看起来很老 但就是你越笑越笑 你不用打泵尿酸 也不用打肉毒 也不用打电波 你到八十岁的时候 你跟别人完全不一样 看起来六十岁 因为肌肉发达 你看笑的时候 苹果肌肉很发达 很多上师大师都是这样子 每天都笑 他也没化妆 他也没磨什么 就笑这个 笑的时候 就是比方说 这个会刺激到大脑 还可以预防老人痴呆 因为这个就是 脸部的细微的那些都是 而且是很容易 去掌控你的情绪 你对你自己笑 你看着 不会笑 就是今天开始回去 看着镜子傻笑 真的练习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 就是心非常非常的平静 跟peace 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像脸部 不要那么垮 或是不要老化得那么快 就是认真的笑 真的 七十岁以后会不一样 七十岁以后你不胶炎蛋白没有用 变成是这样子 皮笑肉不笑 很多艺人都不是这样 打太多 然后僵硬 扑克脸 这样笑一下 这样笑不出来 完全没有表情 再补也没有用 最后就拉皮 拉皮里面东西都这样子 然后变成就是 很奇怪的 所以最自然的预防老化 就是你皮肤变得 比较 不要那么老化 就是笑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你笑越多的时候 你的人生的磁场 你人生所有东西都会改变 不然人老的时候 很可怕 知道吗 人老的时候 连子女都会嫌弃 想躲得远远的 然后看起来身体的脑袋 然后皮着肉 然后愁眠苦脸的 连子女都想躲开 对啊 所以你要老的时候 有很多身边人 想看你 想跟你亲的时候 就是要笑开始 看起来就很慈祥了 陌生人也想靠近你一下 所以你就是在观察 大事都是这样子 为什么那么多信徒 想靠这种 因为他们每天 都从内心的在笑 才会保养得这么好 然后有些老人家 就是带着很慈悲 然后头发白苍苍 然后皮肤嫩嫩白白的 看起来就是 这个老人家好 可亲可爱 所以老的时候 要不要怎么样 是靠自己 就算你有钱 你不要以为这样子 人家希望你 如果不可亲可爱的话 希望你早点死 我还可以拿到遗产 人有现实 对啊 不是不可能 最后变成真惨了 兄弟姐妹都是打起来 是你制造的麻烦 所以要有慈悲 就是要有很好的 每天练习笑 你笑久了以后 就会心里很平静 然后情绪的波动会变少 然后真的慢慢变成 就是老人痴呆 跟你没有关系 对 所以练习 不要每天都好像愁眉苦脸的 好像丢了几千万 一样概念 对啊 好像这世界欠你什么事的 对对对 不要做这样子 不管陌生人 在公司 在家里 你一笑就笑美 不要去管别人 对你有用的东西 为什么不去做 大胆的去做 这就是最好的一个预防预讯 对 sağ临角色 感谢观看